主料,皮皮虾500克,鸡蛋4个,辅量,油,盐,小香葱,黑胡椒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提前将皮皮虾放入锅内煮5分钟捞出,将小肉取出备用,小香葱洗净切成小段备用,将鸡蛋打入碗中,加入盐,胡椒粉搅拌均匀,加入包好的小肉搅拌均匀,锅内油烧热, 倒入拌好的鸡蛋片,加入葱花,大火炒至鸡蛋熟即可,烹饪技巧,小贴士,一,皮皮虾不能煮的时间太长,要不肉不好包,二加入黑胡椒粉不但可以聚心,还可以增加菜的鲜杆,三,爱吃辣的也可以加点小尖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